林教授,我很好奇 就是说,对一般的正常人 他绑腿的带子带回去以后 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来做绑腿的动作 好的,一般来讲绑脚的话 分成白天跟晚上 白天呢,我都建议这样子 只要你坐下来,超过15分钟呢 最好把它绑起来 很多人说,吃饭的时候要不要绑 我说,如果可以绑的话,把它绑起来 这样坐起来是端正的 你看,我是身边坐起来 我腰就整个挺起来 你可以站在我的脚 你看,我坐下来,我要跟你对抖 我也是脚,绑起来 我知道这个会超过15分钟 所以我就绑起来 另外呢,像你有的人工作呢 很忙,对不对 说,哎呀,我怎么绑的,怎么工作 我说只要你超过15分钟 从以上的工作状态就可以绑 当然你一两分钟就要抢 当然是另外别提的 另外一种方式 当然,至于呢,晚上怎么绑呢 我的建议,晚上呢,绑脚 并不是脚绑起来就好了 而是要一个配套的 所以说晚上你要绑三个地方 膝上,膝下,还有脚 你要绑三个地方 一般如果你的脊椎不是很正 你的肌肉不是在正的状态的下 绑起来很辛苦 我都建议,当你有带子之后 要透过学习 透过学习什么东西呢 就学习让你的身体摆正睡觉 那脚绑起来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甚至于呢,有很多人就要问 绑起来的话,一个晚上绑多久 我说,你睡多久,就绑他多久 诶,那上半年起来,尿尿怎么办 我说,尿尿啦,把拆开再出去 不用跳了,那很危险 拆好了之后呢,回来呢 再把它绑起来 再做简单的,所谓的暴息的运动 暴息运动呢,当然不是用嘴巴可以讲的 而是透过学习的方式 那我的建议呢,当你有带子的时候 可以回到我们的总部来 如果你的卖给你的朋友 他们送给你的,或者卖给你的 都不管,只要你拿到带子 你想真正了解,使用带子的方法的话 我都欢迎我们的总部 台湾总部在哪里呢 在台北市大安区新一路市段 58号8楼,一股疗法的总部 你回来呢,我都很愿意的 来教你如何使用这三条带子 如果你有枕头的话,有一个陶枕 我更欢迎你回来,使用正确的方法的学习 而是不要回去乱乱枕乱乱做 这样回到没有得到效果 而且回到缓效果 所以说呢,我都希望你绑脚 一定要做正确的绑脚 至于怎么正确绑脚呢 睡觉要绑 第二个,如果你会嫌绑得太不舒服 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如果是欧形脚 你在你的脚内环呢,它会相碰在一起 所以说,你可以用棉纸的手帕呢 或者砂巾呢 或者是用厚一点的卫生纸夹起来 至于F讲的人呢,就可以在你的膝盖上面 也是一样可以绑 为什么?它碰的比较多 比较紧,所以你会不舒服 至于呢,一般的人的话 你绑的时候呢,要绑什么绑法 就是说,有人问 绑带子呢,会不会造成皮肤的过敏的问题 如果你穿的是长裤 而且是棉纸长裤,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那有人问啊,你绑这个呢 会不会造成那个所谓的血液氢乱 刚才我讲了,血液氢乱问题不是问题 因为什么,你的血管都在耐测 你不会造成血管流畅不通的问题 但是,有人问啊,诶 他是正常人啊,他可以翻来覆去啊 可以转身啊,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是一个所谓的 长期躺在床上 他没有把自己翻身的人 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 你不可以一直睡同一个姿势 尤其背部 因为这样会造成血压灼之后呢 血液流伤不好 会长一个叫做乳疮的东西啊 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 对长期卧虫人是最不好的东西 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两个钟头 把他翻至深 所以你绑脚的时候呢,顺便呢 可以把他翻一翻 顺便呢,把脚也拆一下 让他血液呢,不是不通哦 就是让他透透气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宽的带子 所以你绑的位置上面 会难免会有气比较不通的地方 让他透个透气,透个十分钟 把他翻一翻,透个十分钟之后 再把他绑回去 那就不是问题了 但是呢,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带子呢,要经常清洗 清洗的话,就不会造成藏污纳垢 就绑起来,直接对你的皮肤是不好 不健康的 嗯,了解了解 所以那个带子就是要洗 对,要清洗 不要一辈子都不清洗 那不健康,不卫生 那通常是多久洗一次 嗯,看状况啦 如果他也穿了免质长裤 而且他不太流汗的人的话 你半个月洗一次 如果你流汗流很厉害 尤其夏天 你可以三天两天就洗一次啊 我说一说,我的建议 像我自己都有两组带子 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会几乎两天就洗一次 因为我比较容易流汗 所以说呢,我是两天就洗一次 嗯,了解了解 好,那这样讲就很清楚了 所以,照您说,就是说 郎家的话 他是 就等于说二十四小时都绑 其中一翻身就把它 对,一定要翻身嘛 对,翻身的时候打开 翻之前打开 翻身以后再把它固定 然后透透气再绑回去 可是那样不到十分钟啊 那你如果说 翻过去,你一定要把它搓背 为什么要搓背 就是压着我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搓一搓 让血液熏动变好一点 你知道吗 很多乳疮都是不方便 哦 第二个,又是卫生的问题 你血液不流畅的话 那就不符合卫生了 因为气血淤积啊不好 哦,就是翻身以后 全身要给它搓一搓 差不多十分钟 甚至有人用轻拍的方法 轻轻把它拍一拍 轻拍的时候呢 你记得不能这样手掌打平 而且要嗷嗷的 让有点空气 慢慢的打 而且不是这样拍 这样拍就是拍出来的 不是很好 了解了解 好 那这样就很清楚了 因为通常呢 医护人员对这个事情都不了解 所以我觉得医骨是这个力学 您刚刚说是多少年了 哦,它已经有七十几年了 从我们祖师爷医骨共同先生 了解到髋关节的转位 会让你的脚变长短 你的脚长短的时候呢 脚长短呢 你骨盆就歪一点 坐在骨盆上面呢 哦,那个脊椎呢 因为你骨盆的倾斜呢 会造成脊椎侧弯 甚至于呢 如果你还有转位 会造成骨盆的前后 知道,悬位啊 转位啊,造成骨盆的前后上下 就造成脊椎不仅是会側弯 而会产生所谓前弯或者是后弯 当然呢,在脊椎两侧的三十一对神经呢 因为脊椎的側弯后弯会造成压迫 就造成内科的疾病 所以说,以骨疗法经过几十年 两百五十万人的累积的统计 发现到,左脚长的话 会消化、会泌尿、生殖会出问题 如果是右脚长的话呢 会呼吸、会寻暖气筒 但有问呢,两只脚都开了 怎么办? 就是说,开得厉害那只脚 长脚呢,主阵会在那边 短一点那一只呢,就是负阵 比如呢,你左脚是长的,开的 右脚是,虽然是短一点 但是开的话,会造成什么 你的主阵或消化、泌尿会出问题 但是呢,心脏、呼吸呢 它是一个影响的疾病 什么是要发作不知道 所以还是要注意 所以一个人呢,脚能够在正位上的话 尤其在髋关节的正位上的话 以骨疗法的角色 它是有无病人的身体 是的,非常高兴 你跟我讲了那么多 那以后,别人有这个疑虑 我就请他们来看这个影片了 是的,另外呢,艾迪医生啊 在一百多年前啊,他讲过一句话 说未来的医生呢,不再开药给病人 而是教会病人患者呢,是什么呢 注意其骨骼结构的平衡 补充一点营养素 最重要的,要教会患者知道什么呢 即便发生的原因,而加于预防 所以说,艾迪医生在一百多年前 他知道预防医学的重要 他刚刚讲的补充一点营养素 我说他是先知啊 他知道呢,一百多年后呢 台湾的,或全世界呢 不仅仅台湾呢,土壤会发生问题 怎么样 农药使用过度 化学肥料使用过度 让你的土壤生病了 生病土壤种出来的蔬菜水果 会健康吗 所以说,你目前所吃的东西呢 营养是不够的 日本女子营养大学 他曾经做了一个统计实验 发现呢,就是战前 二十大战以前的一条萝卜呢 是现在,现代萝卜的什么,三分之一大 但是呢,它的营养素 是不只是现在萝卜的一倍以上 所以说,你现在吃的很多的萝卜 倒不如以前吃的六分之一的多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仅要吃比较健康 而且呢,最重要呢 我们要知道生病的原因而加于预防 那医骨療化,刚刚那是三个医学 所谓呢,当你身体还没出状况 你来学习医骨療化 老师教你一套自我保养的方法 那个就不会再换掉一些疾病的原因嘛 所以说,它是预防医学 如果啊,很不幸的 已经发生了怎么办 你可以来,请那个我们的老师帮你调整 帮你治疗 最重要的呢,治疗好了之后怎么办 很多外面的所谓的民俗疗法 或者是正式的疗法 都是这样 它是骨骼的管骨骼 比如呢,正骨 正骨 正骨 推呢,不是推呢 那个正肌 它呢,是管骨头 那推呢,按摩呢,是做肌肉的 所以说呢,骨头的管管骨头 管肌肉,管管肌肉的 所以说,这外很多房间呢 我们都听这其中一句话 啊,我三两天就要去按摩一次 为什么没办法让我根治 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 所谓的骨骼、肌肉、韧耐 它是一体的 所以说,你不可能偏失一方啊 所以说,骨骼、肌肉、韧耐同时调整 而且它是一个运动疗法 我们知道,肌肉它是有惯性的 很多人把它调整了 偏离,把它调整了 但是呢,技术好的 下了床就跑掉了 那技术好一点的老师呢 可以让你维持个三四天 但是呢,肌肉有惯性 它也跑回去了 所以你三四天之后 又要去找老师,帮你调整 在一股两碗呢 它不仅是帮你调了之后 还教你一套在家里所谓的功课 什么功课呢 叫做一个运动 很多种运动 让你肌肉呢 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进四步 让它退三步 这个会把它拉回正位 所以进四步、退三步 总会进一步 一步一步的进步 这个就是遗骨疗法治疗的精神 所以它是透过运动的方式 让你真正能够 让你的骨骼、肌肉、症态 全部在一段时间之内呢 把它调整回来 最重要呢 遗骨疗法是叫做预后保价 当老师帮你调得很好的时候呢 你要如何维持保持 让你健康的状态 就股价在正确的状态 而是透过学习的 所以说 遗骨疗法是什么 当你的治疗的时候 老师不仅帮你治疗 而教你一套 预后保健的方法 这就是遗骨疗法治疗的精神所在 OK 谢谢 谢谢老师 这个新春跟我讲了那么多 感恩 感恩